台股进入除全息旺季 其中红海今天的表现引发投资人关注 虽然开盘一度部分填息 然而随即慢压出笼 10点过后甚至一路呈现贴息 最终收在204.5元 下跌6元 而同日出息的联电则是一开盘就贴息 一路在盘下游走 也导致加卷指数一度下挫超过200点 跌破23000点关卡 加上全职股席货 台积电下跌8元 联发科也走低拖累大盘 中厂下跌了179点 收在22879点 成交金额4808亿元 AI伺服器代工大厂鸿海 二日上演除息秀 每股除息5.4元 为1991年上市以来新高 不过填息之路似乎有些曲折 更陷入贴息的窘境 就整个今天的一个除息的表现上来看 可能盘中上面会有一些 因为外资的这部分 期货的这部分的操作 对全职股这边会有一些压盘的部分 但是就中长线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往填息的方向走 整体下半年业绩相对会比较强劲 等于说上下半年它会一季比一季好 所以就整体鸿海的除息应该不用过度担心 除了鸿海 同一天除息的联电也不尽理想 开盘就一路呈现贴息的走势 造成加权指数盘中失守两万三千大关 变子全职股熄火 台积电 链发科纷纷下挫 AI族群也普遍涨多拉回 不过金融股逆势上扬 富邦金 中信金 国泰金利手红盘 台股在前段时间快速往上拉抬 这边也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 这两天美股也有一些震荡 所以台股这边趁势去做一个拉回震荡整理 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健康良性的换手 暂时不需要过度的担心 在7月17号的结算之前 我想在拉回这边应该都还是有机会 持续的往上攻 那在过后就要看到一些重要数据的发布 以及市场如何去对这些数据的反应 本周五美国即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 加上7月下旬美国将进入财报季 各大公司的营收及未来展望 是否如预期般乐观 也成为牵动股市的重要变数 记者姚莉安林佳宏台北采访报道